然后现在又有一位中央官员因为救灾不利挨轰了 他是原住民主委张仁湘 昨天他陪马总统到高雄县灾民收容中心和村民座谈 而原住民就当着总统的面不客气的痛批他 第一次出现在灾区根本是不管灾民的死活 让场面相当尴尬 这位陪同总统马英九到灾民收容中心的中央官员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必须要指证说原住民主委张仁湘主委 我想在这一次整个救灾的过程 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你真的是关心到我们了 原来他就是原住民的主委张仁湘 这次风灾受创相当严重的地区 几乎都是原住民部落 但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灾民不禁当着总统的面刮他胡子很难堪 有没有 主委有来看过我们吗 有没有 没有 你贵为原住民的最高的一个行政首长 场面很尴尬 主委张仁湘的表情也不好看 等总统听完了灾民的心声 张仁湘替自己澄清 李牧师本身并没有住在这边 所以他并不知道我来过 他也没有住在其他地方 所以他不知道我已经去过了 所有到灾区最前线 但灾民却直指从来没有看到过 记者追问到过了哪里 张仁湘似乎忍着泪水掉头就走 我们也不认为 我们还要再跑一下 风灾过后究竟到过哪里勘灾 记者向原民会安排主委的行程单位询问 等了再等都没下文 这也难怪灾民火冒三丈 对他一点都不留其面 中文新闻 欧崇文黄瑶明 林嘉远李洪杰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